法律上要趕人比想像中還麻煩 我們之前遇過一個案件是這樣子 房客不繳房租 那聯絡不到人 那最後房東滿厲害 找到他的媽媽來了 然後媽媽就出來 一堆人就約在這個咖啡廳 要談解約 那媽媽也有鑰匙 那就簽一個中指租約 把鑰匙還給這個房東 一切看起來很順利 結果後來房客回去很生氣 媽媽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最後他提告房東告什麼 說他 對 強迫把房東媽媽給 押走 押在那個咖啡廳 然後強迫他交出鑰匙 這個超誇張的 那那個房東就是嚇得要死 因為他是沒有被告過的人 就趕快請律師協助 那最後當然沒事 那沒事完之後要開始趕人了 他就趕趕趕 然後一審贏了 法院判決說房客必須搬 然後必須繳其中的這些租金 可是問題是房客就上二審 一審結束已經過一年了 然後房客二審打完 過了一年半 然後當我們開鎖進去 要去點交房屋的時候 裡面全部都人去樓空 連家具都不見了 對 那房客房東跟我說 他已經沒心力再追究了 遇到這種狀況 我會推薦大家去做一件事情 大家要知道 要趕人必須先告完三級三審 就是打三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打完之後才可以請法院趕人 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這個麻煩 就是不要買房子 當房客最值得到 你看 我們都沒有這個壓力 還是可以押他身分證 押身分證沒有用 你要幹嘛 你認識的集團嗎 有道理 是可以去做租約公證 如果你做了公證 上面寫說 如果你到期不走人 可以直接趕人的話 這時候不用經過三級三審 可以直接請法院趕人 有些人想趕趕不走 有些人想搬 還不給搬 對啊 我之前想要搬還不讓我搬還跟我說 就是沒有再退的意思 他就說那兩個月的租金 他就是不會退給我 然後我要搬是隨我便 然後他也不會管我 為什麼 因為妳搬走 然後那個房東他會受不了 那麼漂亮 很奇怪 而且我租到很奇怪的房子 所以我搬進去的第二天 就找小偷了 第二天 因為那時候我搬上來的時候 有一個那種皮卡丘 這麼大的鋪滿 然後裡面我可能放一千多塊 還是兩百多塊 或幾十塊在裡面 就這麼少 那個小偷還真可愛 把我的鋪滿弄碎了之後 他還一疊一疊一疊 把它疊起來裡面的錢拿走這樣 還幫我疊得好好的 然後四處看就 有職業道德 對 他可能也是皮卡丘的 對 我不知道 然後他其他東西都沒有不見 可是我就是發現 因為我的內衣褲不見 海花賊 真的是我看到 我掉在那裡的內衣褲呢 然後我就覺得 他通東西還好 可是 可是他是不是那個變態 會跟我還是什麼 我就超緊張的 不會房東幹的吧 然後房東 房東我就打電話給房東 房東就說 好...我去看這樣 然後他來的時候 怎麼了... 妳房東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 然後他進門的時候 他打開會看一下說 所以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 不見對不對 我說大概就是一兩千 一千多塊吧 他說那還好啊 你裡面又沒有什麼東西 要好偷的 怎麼那麼單純 這樣子攻擊你 太過分了吧 感覺很... 他就嫌我那種小女孩 很寒酸的感覺 對 就是房東的老公偷的 我也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可不可以換個鎖 還是就是 或者是他房租可以 就是那個押金推個 我覺得太可怕 我怕有人會跟我 而且就是 公寓沒有管理人員 他隨時都可以直接上來 對 那個房東就跟我說 不行啦 就是時間都還沒到 事都不幫我 然後那個門窗那種 鋁的門窗 後來我沒有辦法 我只好用鐵絲自己 繞一繞... 然後把它貼起來 我怕那個門窗 就是就像妳說的那種 可以用爬 翻牆 這樣度過了半年吧 我才... 我才決定說 好... 對 好... 然後... 買漏社 買醜一點的啦 而且我那時候還... 對 那時候還會覺得很難過耶 又買一個阿婆內褲 內褲也可以 小女孩對於內衣內褲 不是也是會很難過的 因為也是不便宜耶 對啊 然後另外一個是 家裡有漏水 我租到另外一個 家裡有漏水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就先用那個水桶 先接著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他應該會請人家來幫我修理嘛 然後我就每天都打說 他什麼時候 他就說那個水電工 好像約不到時間 然後我的工作也約不到時間 我說那我們再改時間... 一個禮拜過去了 那他就是... 他就是不來 後來呢 因為我家裡那個水桶會滿 有一次我回家的時候 已經有點淹水了 然後我的... 就是木櫃子 已經都爛爛的了 然後我就受不了 我說 你真的再不來處理的話 我真的就是會馬上搬走 你就退那個押金給我吧 他就說 沒關係 有一個五樓的要搬走 他說沒關係 那你搬去五樓 你去搬去五樓 他最近剛好要退租 然後那個... 你就自己處理一下這樣子 有什麼問題在跟我說 我想說有什麼問題 自己處理什麼 我有問題 我有問題跟你講 你也不解決 他還跟我說 有什麼問題跟你說 這是漏水 對 他就說 他說你明天就可以搬了 他已經好不容易搬走了 我就在等他搬 我想說 所以你之前不來處理是因為 就是一直在等他 對 他就說 我們這老房子沒辦法 就是會潮濕 就是會發埋 就擦一擦就沒事了這樣 我們就擦一擦就沒事 而且很生氣 然後那時候 就是從半夜搬到早上 我自己一個人這樣 一個一個東西搬上去 然後我就跟房東說 那你應該要補貼我 搬家的錢吧 我說即使我沒有請搬家 你也要補貼我 或者是去賠償我的水 對 然後他就說 蛤 你就這樣搬到樓上 我還要補貼你 要不然一千塊好不好 要求那麼多 一千塊 他說 我內褲還你啦 他說頂多一千塊 原來就是他 其實對於房子漏水 所造成的損害 房東是要扛責任的 因為法律也規定 房子的修三義務是房東要做 你如果房東不修我教你 你就自己修 如果願意的話 然後從下一期的房租去扣 這樣是可以 如果真的都不願意修 你也不想支出這個 那這也算房屋重大瑕疵 是可以去跟房東談檢閱的 OK 其實我是有遇過 房東願意幫我修的 那時候我也是天花板漏水 然後一直滴 他說好 你下班回來 我就會幫你弄好 我說這麼負責任的房東 結果回來之後 我說房東你是修好了嗎 他說對 什麼 便利商店買膠帶 然後貼一整片 他說我幫你修好了 可是確實也沒再漏水了 你為什麼被房東扣錢 那個時候準備要退租了 然後其實那間房子 本來就有點潮濕 然後那時候在租進去的時候 房東就說那你就開除自己 那曾經其實是你自己的 他們房東的 但是租到中間的時候 那個馬桶蓋已經 發霉發得滿嚴重的 就是你怎麼開除自己 他也沒辦法救了這樣子 那後來我有跟房東 反映這件事情 他說好 沒關係什麼什麼 但是到要點交房子的時候 我那時候租的是 一個月三萬塊 那到時候退的時候 其實當天不是就應該要 退兩月的押金是六萬 但他只帶了五萬塊來 然後他說 因為我們 我有幾天的 水電跟瓦斯 還沒繳清 他說你先留一萬塊在我們這 那我說好 OK 他說到時候如果房子 有什麼問題 什麼什麼 然後當天看的時候 他也都說OK 然後那個馬桶蓋什麼的 他也說OK 潮濕潮濕 但是過沒幾天之後 他就傳照片來 他說 我房子都幫你整理好 清潔費 清潔費五千 然後牆壁好像也有一些洞 什麼什麼 然後三千 然後馬桶 我們請來修了 他後來師父看說 那個不是潮濕 是人為到化學藥品 我說 人為到化學藥品 那怎麼只到馬桶蓋 沒有那個 到馬桶蓋 只到馬桶蓋 他說沒有 他說是這樣講 然後又兩千多 我反正扣一扣 扣一扣 他說 你可能還要再匯五千塊 我說 這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吧 後來我去問律師 然後還有他拍的照片那些給我 他說 這些東西都是房子住久了 本來就會損壞 不是人為的大什麼叮咚 什麼刻意破壞 這些是本來就是自然會損壞 不能算在裡面 而且 我們其實走之前 我們都打掃乾淨 可是 不可能完全一塵不染 後來我就說 房東我可以幫你打掃房子乾淨 可是不是要還一個新房子給你 對 你不用五千塊 對啊 好貴喔 所以後來跟律師講 律師就說 你這個錢根本不用給他 但我後來 他說甚至連一萬塊 那個都可以是不用給 可是他不應該先幫你扣下來 對 那是完整還給你 如果後續有什麼的話 你再拿錢給他 對 沒錯 那是我不知道 然後後來我也懶得去解釋這件事 但是我說房東 那五千塊我不會給 那一萬塊沒關係 就當作 就是這兩年 我幫你租你的房子緣分 那你就修 我幫你 對啊 沒關係 可以存扣嗎 其實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因為我不帶這個點交房子 回去的這個當下 就要把人 就要把一萬塊全部還給人家了 所以我就覺得 燕民哥真的滿好的 願意把這樣一萬元 給他來審去這個麻煩 以後大家應該都很想要把房子 租給我 海中也是一個 好像在七起豪宅 然後有一個女生 也花了很多錢 租了那個房子 那個潮濕 然後就導致於那個裂縫 然後找出香菇 很濕耶 好棒的食材 太潮濕了 講到這個潮濕案例 我反而沒有跟租客要 我還倒賠六千塊 其實今年初就是一個 滿漂亮的一個小女生 然後從中南部上來 我想說看起來都乖乖的 二十出頭歲 她就租六千塊 因為在學生六千塊來講 還算是還OK 但這個房間呢 她剛好就是沒有對外窗 她就是對走道 今年初不是下雨很多天嗎 對 而且一直下一直下 然後一直不會停 那一開始呢 這個女生呢 她只跟我們 我們是公司 跟我們公司反映說 這個房間呢 有點漏水 我們想說 有可能嘛 因為連下那麼多天 應該有漏水 結果我們去現場看之後 發現 它是窗框邊邊 裡面有很多的內水珠 那個叫做 它裡面開冷氣嗎 對 吸水後在那個 那個不是漏水 對 所以我發現這個很多租客 都搞不太清楚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接了非常多 這樣的一個案例 然後我們想說沒關係 那就算了 就大概再過一個禮拜 這個女生突然性情大變 突然有點像瘋了一樣 為什麼 因為她的床單 她的這個棉被 她的地毯 她的衣服 全部發霉 而且都有照片 全部都有照片 她像我們球場 她一條一條 跟我們列得非常仔細 幫我們加總算起來 然後大概要賠2萬多塊